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忆起二十年前一段陈年往事舍稳一案 再次爆发坊间流传 首先是此位康熙来了影视搭档不要脸 至如今对方首次回向化身斗鹅渊 微博里写出文章发表意见 除了指出宝岛台湾综艺无底线 以为大陆人民看不见 更是说女方吃钢丝拉罩里相当能编 吻戏吐舌头纯属是谣言 于是两帮网友迅速把对战 一方说看后很心疼周杰太可怜 一方说借题炒作目的很明显 说周杰可怜的觉得忍气吞声背锅很多年 说炒作明显的感慨混得太差 人品关键 周杰看怕留言很生气 一一回怼跳跳发出去 就是你争我斗的简单几句 却轻松换来了接近两百万的热搜点击率 要说周杰澄清算是头一回 也代表从今开始公开露面 守思思维 如果说当年戏里算是爱的感天怒地 那么至如今应该是毫不留情撕破脸皮 这样下去只会出现尴尬境地 那就是不少网友的童年美好回忆 彻底被毁 复制东去 要说琼瑶阿姨出过恩本书 也写过恩本爱情剧 什么你听我解释可以不可以 或者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让人一脸懵逼 你弄我弄的感情纠葛游刃有余 各种虐心吊着观众看完一集又一集 相对于梅花三栋套拍戏 环珠格格算是琼瑶阿姨时隔多年后湖面大陆的致命武器 先不说堪称经典承报寒暑假期 也无论重播恩次收拾给力 就只看这部戏捧出的主角满地 就不是其他作品能够匹敌 小燕子赵薇如今身家过亿 金锁范冰冰自己开公司长年做女医 即便是尔豪如今名气最低 也能够头顶绿帽子通告非各地 其实受益最大的或者说是靠这部戏出人头地的绝对是紫薇尔康这对迎兵cp 记得那还是校园青春时代 学生狗购买力还没有如今小青年这么豪迈 但是有一点不影响大家把明星崇拜 家里正面墙 尔康紫薇海报大量覆盖 日记本封面占据一大块 铅笔和贴画也是不例外 那句山无棱天地河才敢与君说拜拜 成了不少人对爱情向往的真诚依赖 尔康在剧中对紫薇宠爱有加 温柔闲静情绪书画 且不说你弄我弄常见把手画 就算不看画面听台词也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至如今却变成爱情相放默 一戳就会破 甚至因为闻熙是否被强迫 男女双方竟然脸皮撕破 也是让人感慨良多 葫芦哥不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先不说男方拍摄时有没有让女方害怕 但是葫芦哥要借用周杰那句话 如果有意见当时现场在干嘛 为什么时隔多年后背地说人家 这是一名演员的道德展现 还是跟大家分享自己受欺负泪流满面 说男方故意顶你呀 那请问当时拍摄只字不骂 时隔多年说人家流氓不像话 毕竟是合作一把 怎好提刀把心插 说和张卫健搭档特别好笑 说和王力宏亲吻自然需要 到了和周杰拍摄爆料 一边嘴对嘴一边忘情拥抱 画风却变成了痛苦到好像遭遇恶耗 恶心到不要不要 葫芦哥感觉这跟谈队像一毛一样 甜蜜时各种配合 你想咋样就咋样 分手后却是自己被强迫 还有些吃亏上当 这绝必是在伤害对方 你除了给人留下泼脏水的不堪形象 也把自己人品亲自桌面摆放 一次讽刺对方不支声 两次讽刺人家寄心中 三次讽刺评查不允许受害者 花风澄清 拍吻戏最在乎对方酷不酷 那咱们借位思考换个角度 问下清纯林心如 如果帅哥受采访说你拍戏淫荡 不管不顾 你心里会是什么态度 拍个吻戏还整出双重标准 除了证明你的不专业 还会让人感觉你说话很没品 全都怪林心如单方调试也不公平 毕竟周杰拍戏下手太猛 不信大家打开某些剧情 你会发现紫薇就是可劲甩不停 一点不影响对方手脚并用 都说周杰伸舌头 但葫芦哥觉得肯定不能够 仔细看着其实就是嘴巴内侧光线通透 毕竟很多男性拍吻戏 舌头都是又宽又厚 而周杰却是细细长长没有多少肉 所以说骂周杰伸舌头请到此为止 毕竟他演的是尔康 不是青蛙王子 也就是说那舌吻真假不好确定 但尔康真吻 绝逼是实情 但是演戏如果不动真 导演不喊卡 一遍一遍也闹心 除了这些还有周杰人品 很多网友取证认真也是操碎了心 此为失明可劲退 五二个下楼踢尾坠 爆料说演员都把周杰骂不会做人问题大 葫芦哥难免会看住端倪 如果说做人没有问题 为何拍到第三季 很多主演都纷纷离去 只有周杰留在原地 你敢说这只是因为其他明星挪不开档期 请二说周杰演尔康总爱抢镜头 郑佩佩说周杰演包景天经常睡懒觉 全组要等候 一个人说可能是在卖抽 但是一群人说 你敢说没有猫你藏在身后 如今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林心如工作室及时发声明 说自在人心看品行 多说五亿 我们不约要不能停 但是葫芦哥要诚恳的说一句 如果两位不去多出好作品 只是隔三差五炒作话题 借其提高自身曝光率 那么对不起 这种套路只会让观众离你远去 说句难听的 俩人做事都不咋地 不仅是乌鸦不绝自身黑 回头笑野猪 还装作内心委屈不管不顾 要不是微博上的键盘响们只在乎能不能蹭热度 借其卖卖 剥尿酸 维生素 顺带推销下内衣和内裤 就你们这点陈芝麻搭配烂骨 根本没人会在乎 明当早 天宁有爆料 扫码尽组织 从此不迷路 下期见